《顏水榮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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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漢年第一個到蘭嶼吊槽 也去做寫生 蘭嶼印象是非常經典的作品 用蘭嶼的天板舟太陽的圖騰 作為畫面的核心 蘊嶼的畫家非常深刻的感情 高高的翹起來兩個尖端 就好像母親的手一樣 左右環抱中心的太陽的圖騰 差不多1990年的時候 她開始製作比較大幅的蘭嶼的新船 入水典禮 她希望有一天台灣的民俗的 藝術的博物館會成立 那麼這些畫呢 會成為非常重要的一種展示 顏水榮花 夕陽都是很高的 可是在1982年 至少我們現在看到寶天用這樣的幅畫 都是很特別的 她其實是跟這個台電把核廢料放到蘭嶼去 她對政治或者是社會的不公的一種抗議 在1983年 旅頁可演的我們 街頭振興